第四十四届青龙电影奖 于日前盛大落幕 其中影后由郑尤美 以电影鬼梦游夺下宝座 而这也是她出道18年来 第一次获得青龙最佳女演员 这次一举打败金慧秀 莲金雅等强劲的演技派大前辈 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 在台上领奖时 男演激动地说 我居然能够获得这么荣耀的奖 并感谢金慧秀前辈对自己的鼓励 而郑尤美29日在IG开问答 与粉丝互动时 竟有酸民直接留言质疑她 拿到最佳女主角奖 作为演员 你不会觉得羞愧吗 站在观众们的立场感到很荒唐 对此郑尤美也直接引用并回应 观众们吗 心情似乎并未受影响 照样继续回答其他网友们的问题 让大家看了都纷纷称赞她的高EQ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